职工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的核定规则是什么? 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保说,我是老朋友姚小燕 好,上期社保说要我们说到,对于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呢,我们有两种核定方法 一种叫双基数核定方法,一种是单基数核定方法 现在大多数省分呢,采用的都是单基数核定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在单基数核定方法下呢,我们用人单位的缴费基数呢 取决于个人缴费基数,个人缴费基数是用人单位缴费基数计算的基础 它是一个核心工作 好,所以本期社保说,我们就讲一讲职工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 它到底是怎么核定出来的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相关文件那个规定 同样我们要看文件,劳涉显中心函200660号文件 所以这个文件呢,大家下去一定要重点关注 它是核基文件的一个重点文件 核基文件中的一个重点文件,一定要重点关注来学习 好,那么在文件中呢,他对个人缴费基数呢,也做了一个介绍 他说呀,单位职工本人的这样一个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原则上呢,是以上一年度本人的月均工资为基础 但并不是说你上年度的月均工资是多少 然后今年你的个人缴费基数是多少 不是的哈,它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区间 好,在当地平均工资60%到300%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呢,进行核定 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核基工作中经常说到的低保高限 哈,低保高限 什么叫低保高限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对每一个人的个人缴费基数在进行核定的时候呀 我们一定第一步肯定先是计算你本人上一年度的一个月均工资 哈,把12个的工资相加除以12 先求出你上年度的一个月均工资 然后求出月均工资以后呢 我们要跟呢,我们当地上年月均工资的60%或者是300%进行比较 最终在确定我们的个人缴费基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缴费基数 它是分为上限和下限的 最低也要按照下限交 但是要多讲最高不能超过高限 哈,不能超过高限 所以我们说呀 我们社保个人社保缴费就是个下限呢 就是上年社平工资的60% 上限就是上年社平工资的300% 我们就个例子哈 假设 假设 我们我本人哈,小李上年度的月均工资是5000块钱 上年度的月均工资是5000块钱 而他当地上年的一个月均工资呢 是多少呀 是8000块钱 哈,是8000块钱 那么当地上年度的月均工资是8000 那么8000的60%是多少 是4800 是4800 那就意味着哈 哎,我们个人缴费基数的下限是4800 所谓4800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低于4800 如果你的月均工资低于4800 那是要按照4800去核定我们的个人缴费基数 作为我们的个人缴费基数 接下来去缴纳我们的各项社保的 好,这是这块 那如果说 如果说 我,你看刚才小李 他上年的月均工资是5000 对不对 5000他是高于多少的 高于4800下限的 所以高于下限 那么又不超过上限 那我们是按照实际工资水平 来作为他的个人缴费基数 个人缴费基数 所以他接下来个人缴费基数 应该就是他的实际工资 5000 然后我们再看上限 我们说当地上年度的一个月均工资是多少 是8000 对吧 那么上限是他的三倍 那么8000的三倍就是24000 24000 那如果说小李是他公司的一个高管 他上年的月均工资是5万 他上年的月均工资是5万 那么5万 他显然是超过了上限多少 24000的 所以接下来 如果说小李要参加养老保险 要缴纳养老保险的话 最高只能按照上限24000去缴纳 24000缴纳是这样子的 好 那如果说小李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基层员工 他上年的月均工资是4500呢 上年的月均工资是4500 那么显然是低于我们的下限4800的 好 那么低于下限 那接下来他缴社保的时候 选按照4800下限去缴纳 下限去缴纳 这就是我们个人缴费基数的一个核定方法 第一步 先算我们上年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月均工资 然后算出月均工资以后 接下来跟我们当地工资的 当地上年月均工资的60%和3倍进行比较 低于下限按下限去缴纳社保 高于上限按上限去缴纳社保 如果说在上下限之间 按照实际工资水平去缴纳 好吧 好 那了解了个人缴费基数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呢 来看一看单位缴费基数怎么去核定 最终的结果到底是多少 好 到底是多少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案例呢 是在单基数的这样一个原则下去讲的单基数下 单基数下单位缴费基数 用人单位缴费基数取决于个人缴费基数 是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 好 然后我们看说呀 2021年呢 甲工资一共有10个人 而且这10个人是全员都参保了 都缴纳我们的基本的这样一个社会保 保险了 然后上年度的月均工资情况如下 也就是这10个人上年的月均工资如下哈 在这10个人当中 其中有3个人 他的一个月均工资是低于3000的 然后有5个人的月均工资呢 是8000 另外还有2个人 他上年的月均工资是18000 好 你看 把每一个人的月均工资 是不是都告诉我们了 然后接下来呀 再把每个人的月均工资呢 跟我们的一个社保的一个基数的一个上限和下限进行什么呀 进行比较 最终才能确定出他实际最终的个人角的基数 对吧 好 然后我们看一看啊 如果那么在确定这个上限或下限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你当地上年的一个 这个社评工资是多少 每年4 5月份 5 6月份的时候 我们当地的一个统计局呀 或社保局会进行个文件的下发 会进行个公布的 好 那么假设当地全口径下上年度的一个 哎 在港职工的月均工资是5000 那你要想一下 上年度的月均工资是5000 那么哎 那么他的下限 社保基数的下限是多少 那就是5000的60%是3000 好 那么上限呢 就是5000的300%是15000 听明白了吗 好 那接下来呀 我们就确定这10个人的个人奖费基数 好 因为这三个人的个人奖费 他这三个人的月均工资是低于3000的 啊 低于3000 好 低于3000 说明他是低于下限的 对吧 5000的60%是3000呀 那么他的月均工资低于3000 低于下限 那么这10个人的奖费 这三个人的奖费基数 最终我们就 哎 定位是3000 按照3000下限去缴纳 好 然后这三 这五个人的哎 月均工资 他们每个人的月均工资都是8000 8000呢 他是在下限3000上限15000中间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呀 哎 他们五个人的奖费基数 就是他们的实际的工资水平 8000 对吧 另外还有两个人呢 他们上年度的月均工资呢 分别都是18000 那么18000 他是超过了会上限15000的 超过上限的 我们都按上限去作为 去核定奖费基数 然后去缴纳设绑 好 根据这样一个上下限的原则呢 把每个人的缴纳设数 确定了以后 因为他们公司当地呢 采用的是单基数核定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假公司的这样一个 养老保险缴纳设数 很快就能算出来 就是把这10个人的 个人缴纳设数 依次相加 最终的核 就是假公司2021年的 单位缴纳设数 那就是3000乘以3 加上8000乘以5 再加上15000乘以2 好吧 这就是我们单基数 这个个人基数 和单位基数 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单位这个单基数下 您听明白了吗 好 那么本期我们不迷路 欢迎点赞 评论 转发支持